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难看的衣服 与《甄嬛传》著名的美姐 蓝西在一起 无论戏里戏外 它都是冰与火的世界 红绿的奇葩颜色 老气的款式 各种土气的奇葩衣服 让网友纷纷表示 Mare 你有多少件我没见过的丑衣服 可谁能想到 娱乐圈里还有比美姐更不烦 的衣服呢 接下来的港台中年男子明星 长得像奇葩 一句话也不说 就连粉丝也不好意思夸耀 一 吴百 娱乐圈有对口型 真唱 也有吴百老师不唱歌 作为著名摇滚歌手 吴百老师的歌曲非常快智人口 几乎每个歌迷都能哼唱几句 这也导致吴百从歌手变成了指挥家 每次有演唱会 台下的歌迷唱得比吴百还高兴 这直接导致吴百在他的演唱会上 拿不到歌词 他只是失败了 让球迷来了 他负责欢呼 据说吴百的演唱会 每年都能产生半年的笑话 除了吴百在演唱会上的 抓鱼和雷击般的怪异舞蹈动作外 他最出名的还是他的 孔雀 装 猜曲 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土绿色衬衫 脖子上缠着胶带 他穿着一件墨西干色的夹克 和他最喜欢的灰色裤子 他就像东北的一朵花 但吴百就是喜欢这件色彩缤纷的 陈亮 碎花衬衫和这件神秘的彩色西装外套 他几乎每次演唱会都带着它 红 黄 绿 蓝 瞬间形成了 七种颜色 就连已经工作十几年的服装店老板 看到他的衣服 也不禁脸色一暗 他从哪里得到这些衣服 人们这才意识到 吴百的衣服是他在服装店工作室剩下的 都是在盒子底部发现的 宝藏 现在网友终于明白 吴百为何从服装店转行当歌手了 卖不出去 根本卖不出去 如果吴百的衣服太宽松 太花哨 那么下一件就太小 太紧 太 朴素 二 齐琴 年轻时的齐琴那 也是一位走在时尚前沿的朝南 一卷毛线 毛钉皮夹克 紧身裤 切尔西皮鞋 都是齐琴当年打球时留下的 可谁能想到 齐琴人到中年 年龄却变大了 衣服却变少了 刚出道的时候 齐琴的身材还是不错的 但是到了中年 他就不再控制自己的身材 导致身体发胖 暴露了啤酒度 关键是要知道他的身材变得更重了 所以如果我们穿一些宽松点的衣服来隐藏的话 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但是齐琴的这身穿搭 似乎是生怕我们不合时宜的看不到 太紧的高领毛衣 不仅能在上面勒住你的脖子 在下面也会勒住你的胃 让你无法呼吸 整个人看起来驼背 没有任何气质和美感 还有这种令人困惑的酒红色 很多网友都说我阿姨有一件这样的毛衣 冬天的一场演唱会 齐琴依然穿着高领毛衣和紧身裤 很多网友调侃 齐琴唯一的穿搭的理念就是 戴在脖子上 戴在下摆 夏天来了 就只剩下毛衣了 不变的是齐琴的肚子和那条著名的牛仔裤 春夏秋冬 这条牛仔裤一直陪伴着齐琴 关键是裤子的款式不好看 灰色的颜色显得很老气 因此 不少网友真诚地问 这条牛仔裤救了你的命吗 除了这些牛仔裤之外 史上破洞的破洞裤也是齐琴的最爱 即使上身穿毛衣 也必须穿下边三个破洞的裤子 不得不说 这是冰火两重天 田老师的穿搭完全符合现在的流行趋势 总之 齐琴的上衣越小越好 让她的腹部脂肪没有喘息的机会 她也爱上了这条裤子 就一条 根本不给其他裤子机会 然而 伍柏和齐琴不仅仅只看外表 如果他们的风格跟不上 他们就跟不上 但对于接下来的几位神机男性人物来说 他们的颜值固然不错 但是他们的衣着品质却很重要 又说了一句 三 郭富城 看到这个造型 你会想到谁呢 我想你绝对想不到 他竟然是 四大天王 之一的郭富城 被称为 最帅天王 的郭富城 他的颜值曾经厌一个时代 能歌善舞 素友 亚洲舞王 之称 连年轻一辈都应该被他的视频迷倒 他摇头的视频 伴随着不潮不用花钱的BGM 一头银白黑发的走路姿势 简直迷倒了万千少女 这段视频原本是20年前制作的 却在20年后引发了年轻人的 摇头 热潮 郭富城不仅帅气 还潮流出圈 但当地面达到极限时 他就变成了潮汐 而当潮汐达到极限时 他就变成了地球 黄色的头发 黄色的短袍 立刻就像一个穿着黄色袍子的松货园 关键是没有最严重的灾难 只有更多的灾难 他还下穿了黑白矿裤 脚下的一双红色袜子 更是点睛之笔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时髦就是脏到了极点 不过 这身打扮也只是品味而已 有一次 郭富城参加活动时 他的穿搭简直 闪闪发光 绿色的荧光服在运动场上 闪闪发光 就像一块灯板 很难不看他 但当我在看他时 我得分两次 黄色的透明汉衫 一看就让人无语 虽然年近60的郭富城 一直保持着好身材和好肌肉 但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暴露肌肉 不少网友表示 如果不戴的话 效果会更好 最后我想说 郭富城 我知道你很时髦 但是下次你能不能别在这吗 时髦 长得好看和穿得好 其实不是一回事 无独有偶 梁朝伟也是其中之一 四 梁朝伟 电眼人 获奖最多的人 东方克拉克 梁朝伟可以说是 香港影视界的顶尖人物 花样年华和色界 他的眼睛那么细 难怪那么多女明星 都和他一样 不过梁朝伟 虽然长得这么帅 但他的衣着 却经常被人调侃 比如最近流行的 年裤 当时 梁朝伟携妻子刘嘉玲出席活动 刘嘉玲身穿时尚短裙 露出修长双腿 他非常美丽 引人重目 然而站在他旁边的梁朝伟 却显得格格不入 上半身似乎被多层衣服包裹着 鼓鼓的 而下面的裤子 甚至比刘嘉玲的腿还要粗 走起路来满是皱纹 很多网友调侃 梁朝伟穿棉裤参加活动有多冷 甚至还有人在下面评论说 梁朝伟其电动自行车时太冷了 所以穿了棉裤和棉袄 这并不是梁朝伟 唯一一次灾难性的着装 接受采访时 梁朝伟身穿紫色背心 脖子上系着棕色丝带 衣服看上去挺时尚的 但穿的人却是梁朝伟 突然偶像变成了一位阿姨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网友屁脸 或者是梁朝伟穿错衣服了 有网友忍不住调侃 这是刘嘉玲不愿意给梁朝伟穿的衣服吗 说起来 这对夫妻每次出现都非常引人注目 一种是社交傲慢 另一种是社交焦虑 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并不重要 他们的穿搭也很不一样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互补 妈 五 梁家辉 梁家辉被誉为千面影帝 能驾驭多种角色 他已经变装过六次了 长得难看也很正常 但没想到的是 即使梁家辉在剧中 喜欢扮演有挑战性的角色 为何在戏外 却要挑战奇葩的着装呢 梁家辉上台不久后 出席某活动时 他所穿的裤子成为热门话题 很多人问他 是不是买了长一点的裤子 甚至还掀起了一波讨论 这些层层褶皱 引起了很多人的激烈争论 有人说他看起来像轮胎 有人说他看起来像弹簧 还有人说他看起来像 带有九个线圈的冒号 最终 没有任何关于 他是什么样子的消息 得出结论 但不得不说 他的裤子和王一博的裤子 不相上下 王一博的裤子是出了名的 难平 例如 这些裤子充满了松紧带 这会导致人们患有密集恐惧症 还有双腰牛仔裤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有强迫症的人 都想站出来帮他拉裤子 还有这些别针裤 和这些看起来像是 在施工过程中 喷上油漆的裤子 不是说他们不美观 至少他们确实很丑 是的 趋势都是一样的 比如刘德华的开裤裤 就很眼熟 我想娱乐圈内的很多人都穿过吧 六 顶江涛 最终 一个人的风格总是会改变的 也许只有这些港台的男性明星 到了中年才会变成这样 但没想到 如今的香港顶尖江涛也是如此 江涛的成长一直备受争议 如果他能用衣服遮住身材 单看脸 还是会让人觉得他有点高级 但他和齐齐一样 喜欢穿暴露的衣服 涂衣服 比如这三层紧身衣 虽然是一身黑衣 但是肚子却没有被遮住 看上去也不过五十几岁的样子 比如他去演唱会时 穿的白色西装 让他整个身材显得更圆更秃 香港媒体随即评论 原论无法封印 所以 男性明星想要保持容貌和健身 保持好身材固然重要 但穿的好 好看也很重要 毕竟 服装影响外表 有 还会有 女性 啊 女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不